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自媒体时代 热热热的观众会自己拿起相机记录生活 相近的对存储和数据安全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NAS以及伴随着大容量机械硬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套路店里面16TB 18TB的硬盘每天都会卖出去不少 之前机械硬盘的最大容量是18TB 现在20TB的机械硬盘终于来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希杰的酷狼Pro 20TB 这里的酷狼产品线主要是面向NAS类的使用环境 之前酷狼Pro的最大容量是18TB 现在推出了20TB的同系列产品 从系列官场可以看到20TB的版本用了10片磁盘 相比之前的18T多了一片 平下来都是2T一片 说明单盘片的储存密度并没有变化 还是努力的往有限的体积里面塞更多的盘片 去获得容量的提升 得益于盘片的增加 最大读写速度获取了些许的提升 最高为285Mbps 数据记录方式依旧是CMR传统词记录 256Mbps缓存 7200转 海系封装 官方宣传额定工作负载为300TB一年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为120万小时 和之前产品也没什么区别 5年质保附带3年内一次的原厂数据救援服务 需要注意价格相对便宜一些的银河系列 是没有这个数据恢复服务的 大量硬盘的数据恢复价格相当贵的 这也是酷狼Pro和银河有一定的价格差的一个原因 当然酷狼Pro的定位是创意工作者和中道大型企业NAS环境 有24盘位的限制 如果要组更大的硬盘带的话 就要购买企业级的细节银河系列 比如20年的时候 NAS需要再搞PB计划 细节占助了一桌子的酷狼Pro硬盘 但他们发现最多只能支持24盘位 但他们需要把一桌子的硬盘装在一台机里 所以细节又给他们赞助了 225块一桌子的16TB银河企业盘 说之前酷狼Pro的NAS硬盘 要不然去做些别的项目 要不然就还回去 Linux到手的东西怎么可能再还回去呢 所以每当Linux后面的视频出现了酷狼Pro的硬盘 大家会留言 细节送的盘还没用完吗 因为机械盘再快也是机械盘 随机读写就不去指望有多优秀的表现了 先简单测试一下单个硬盘的连续读写情况 在空盘情况下 Quizzo Dismark测试中的读写速度 可以达到275Mbps以上 在机械盘中的确是很快的了 写入一个80G电影文件 可以看到速度稳定在270Mbps上下 读取也是同样的速度 能达到接近软件跑分的速度 中所周知 机械盘占据的空间越多 数据存放的位置就会越靠近磁盘的中心 因为转速恒定不变导致单位实验能扫到的扇区就变少了 结果就是读写速度会越来越慢 我们在这块盘显满看看会有多少变化 填盘过程中其实已经能看到速度有些许的变化 因为填盘过程实在太慢了 基本要一天 所以只进入了前半部分的写入速度 大概在200Mbps左右 在写入93容量的数据后进行相同的测试 Quizzo Dismark跑分下到约150Mbps 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电影的读写测试就下到约140Mbps的水平 但仍然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作为NAS硬盘肯定要放在NAS实际测试一下 我们使用的是群晖DS1621加6盘位NAS 就是我们日常使用NAS 所以自然要凑6个细节的Kulang Pro 20TB昌染NAS 群晖官方的兼容列表还停留在16TB的容量 甚至18TB都没有写是否支持 导致不少用户在选购硬盘的时候 只敢选择16TB的 就比如之前看到游戏博主库特君 全用8块细节银河16TB企业盘 装在群晖DS1821加上 因为他看到群晖官网没有写18TB的兼容性 但实际上我们使用18TB的硬盘都是可以正常认到的 那20TB呢? 我们这几个Kulang Pro 20TB的硬盘在群晖系统里 都能识别到 但是还是谈了个警告 说这个型号的硬盘不在兼容列表里 可能会影响稳定型 而毕竟目前的最高兼容只有16TB版本 不确计群晖未来会不会把高兼容的版本放进兼容列表里 反正至少使用是不受影响的 先使用5块硬盘组RAID 5 RAID 5最多可以允许损坏1块硬盘 甚至硬盘速度和容量合并 算是一种安全和速度容量都折中的方案 适合这种硬盘数量不多的使用环境 由于硬盘厂家使用的是10进制 Windows系统使用的是2进制 20TB的硬盘在系统中显示的就是18.2TB 这样可使用的容量就是18.2×4等于72.8TB 4块硬盘的读取速度加起来约有270×4等于1080Mbps 应该也能满足跑满万兆的需求了 在取贿用化完存储时之后进行读解操作 发现可以写入速度稳定在800Mbps左右 其实我们怀疑是硬盘数量不够导致的 毕竟没有SSD缓存 毕竟大概率在硬盘阵列的总速度上 因为兼容性导致单个硬盘降速度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数量不够那就再加一块硬盘进去 把第六块硬盘也放进去 群威可以直接添加新硬盘进去存储池 使用起来很方便 就是容量实在是太大了 需要差不多两天的操作时间 我们不相等 就直接把原来的存储池给删了 这样可以数据就没了 成功变成6盘位锐的5之后再进行测试发现 读取速度依旧很容易就能跑百万兆 但是写入速度还是没有变化 看着不像是硬盘的问题 于是抱着摄氏心态 我们给NAS再加了一根内存 亏损这次Mark的写入跑分就变高了一些 实际文件在写入速度也能跑到900MB每秒多 0万兆只有一点点距离 主要是锐的5的 有的时候写入数据都要经过数次机有宵验 导致实际的写入性能并不是特别理想 比较有意思是如果把写入的样本变大 这个写入速度就会趋近于网络带宽的上限 几次大文件的写入也都是后面的速度比较稳定 基本上能够维持到万兆的属平 企业盘的噪音问题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点 如果文件服务器太吵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使用体验 比如悉数的企业盘就有经典的炒豆子的声音 而我们手上的6块西捷库囊破20T组成的NAS 在进行读写测试的时候 噪音基本在40分钟以内 最高45 比企业盘要安静不少 长时间操作后的温度稳定在38度上下 比室温高了15度 最后总结一下细节的库囊破20TB NAS机械硬盘 算是把机械硬盘的容量再次扩大 以适应自媒体时代对大容量机械硬盘的需求 285Mbps的最大写入速度 日常6盘位组RAID 5的读取速度 也可以跑满万丈光鲜了 同时细节库囊以及库囊破系列 也是少有的提供数据救援恢复的 除了RAID正列的备份功能相当于又多了一份保险 但这里还是强调 自己多做备份 肯定好过盘真的挂了以后 全靠数据恢复 毕竟没有百分之百的保证 此外对于企业盘的高噪音 大次盘的噪音会相对好一些 可能会适用一些对噪音极度敏感的用途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看了我们的介绍 你是否会去购买细节的库囊破20TB硬盘呢 欢迎留言弹幕跟我们交流 别管我们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的YouTuber 因此来动物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记住 可以告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LLK 如果想购买电脑 给大家看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是淘宝兽商品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